这几天,娱乐圈里又热闹了起来,应该说就从来没消停过,尤其是肖战这几天发布的几条动态,不知道又要引出多少私家侦探来。 在梦中的那片海杀青后,肖战回到北京,没有接受哇唧唧哇安排的新综艺活动,而是继续充电,希望能在排词和表演方面有更大的突破,虽然我们更希望能看到他更多的露面的机会,但是他坚持做自己,走自己认定的路,我觉得是正确的,我们更希望他在工作之余能好好的休息,不要那么的辛苦。 肖战这几年来演了几部热剧,古装,线偶,军旅,都市,几种不同类别的题材,一直在不断地挑战自己挑战新细路,他真的很棒,以后也会越来越好。 近日,曾经参与过网爆肖战的黑粉,公开向肖战道歉了,不知道是真心悔过,还是别有用意,但是,这些施暴者,为什么要选择被原谅? 因为他们也害怕被施暴,他道歉是因为他害怕了,而不是意识到自己做错了,这种人不一定悔过,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卷土重来,肖战这是熬过来了,万一他没有熬过来呢? 所以,说话一张嘴,一定要三思而后行,别给无辜的人带来伤痕累累,作为演员,尤其是全方位都很优秀的演员,在娱乐圈总会被拿出来说是,肖战的梦中的那片海剧照也被某些黑粉吐槽又丑又土, 了解一下剧情背景吧,很符合七十年代的穿着啊 感谢观看